這個消息是來自Nusa 發表在2023年8月23日 在美國那邊 荷里活其中有個地方 要求員工要戴口罩 資料指在荷里活的一個主要的studio 就是Lion's Gate Santa Monica Office 裡面 在它有五層的建築物之中 其中兩層的工作人員 需要戴口罩直至另行通告為止 口罩要是medical care 要是surgical mask 另外要繼續contact tracing 即是要追蹤 所有這些員工 亦需要定期自己檢測 然後報告 現在是甚麼原因呢 原因是 有多少個 有多少個 at least some employees after multiple employees 被自己檢測發現新冠陽性 所以現在戴口罩 嘩 即是說 情況又嚴重了 如果西方可以像中國在武漢的時候的手段的話 這個根本不應該再有的病毒 但可惜西方國家政府做不到 現在我們人類還要捱這件事 現在又反彈了 又要 在美國最少有些地方要戴口罩 我見到有一間大學裏面 亦都宣佈要戴口罩 即是說話說 疫情 再次嚴重了 我們請大家晚上上來的 我們今天晚上上來的 我們晚上上來的